在回收屋的三輪車隊 在巷弄間穿梭 帶頭的是66歲的洪樹惠 村裡的環保點 幾乎算是她第二個家 經營撒涼行的洪樹惠 2012年因為收看大愛台 而認識慈濟 後來志工邀她一起做回收 沒想到就這樣做上癮了 因為做生意洪樹惠性子急 但接觸環保後 家人看到她的轉變 人比較急性 比較暴躁一點 現在不會了 她說環保在裡面 然後她說這一些師兄師姐 她說是慢慢的 要慢慢的養成那種習慣嗎 那現在也改很多了 如今的她 不光自己天天出現在環保點 連好姐妹 左鄰右舍 也都邀來幫忙 大家買手在分類工作中的身影 成了洋代村最美的一道附近 所以那些洋代村 這樣會跟我們招勞的洋外 洋外的洋外 就是給我一個看 有很多人吃菜 有很多人來 最愛心 這樣我就很高興了 大家新聞這是美志工 石碧瓊正專生福建報導